6的潜層地震 全台有感 而正阳位置和4号晚间规模5.8相当接近 气象局因此将原本定义为主阵的5.8改为前阵 从地震讯号来判断之前 在5.8出来我们不晓得它还有一些硬力 达到饱和状态但是还没有触发出来 一起整合来分析的话 前面的只能说是这个前阵而已 并不是在一个整个震源区域地震构造的一个主阵 6.0这个才是它现在看到的一个主阵 地震过后余震不断 截至7号上午10点半 已经发生了130起余震 规模4以上的更有16起 另外在主阵前也累计了94起前震 气象局更说这是史上第一次 民众担心会不会有更大的地震在后头 这个地震发生以后在 现在这个地震震源区的附近 它是因为整个硬力的构造 它受到了一些破坏 所以它会在调整过程一定会释放一些 5.0以上或者4.0以上比较多的地震 特别是在这几天的地方 它是不是会有后面的造成其他效应的话 我们可能要再看到后续的一些地震的活动 会不会有更大的主阵气象局不排除 但认为可能性不大 而这次地震发生原因 是菲律宾海板块引没到欧亚大陆板块 造成地壳破裂 接下来两到三周 阵阳附近的民众得多留意 遇震发生 大家喜欢黄金田科兴至台北